必须不断用力制造冷空气来降低窗帘布的温度 热源不断地进来 冷气必须不断地转转转 整个夏天的电费可是非常惊人呢 同时因为关上了窗帘 室内的光线也变暗了 只好再打开电灯 开灯就耗电 而电灯的乌丝发热又产生热源 更增加冷气机的负荷 所以窗帘虽可以隔热并不能节能 如果您家的玻璃贴了节能膜 情况就大大的不同了 节能膜可以让部分的可见光进来 但是将热源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折射阻挡掉 因为窗帘挡住了热源红外线 但同时也挡住了可见光 而节能膜折射或挡住了红外线 但却让部分的可见光进来 因为有可见光进来 所以室内不用开灯或减少开灯 这就是节能膜